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他说他拍电影还借了高利贷欠债2.4亿 许孝顺在今天也在记者会的现场 甚至于外传许孝顺曾经接到他的警讯 说要照顾我家老小是不是有亲生念头呢 为了圆自己的电影梦欠下了2.4亿 其实碰狗这半年以来一直被钱追着跑 都在踪迹 之前圈内就传出来他到处借钱 5万 10万的借 他还否认终于他受不了了 好 在今天记者会他甚至于说 我口袋里现在只剩500块 我连100块我都借不到 我宣布我已经破产 人格破产 信用破产 从外面穿得背背痒痒的这些债务的问题 我跟大家讲的是真的 疫情的关系很多外资也撞不进来 所以到现在完全撑不下去 然后也把很多好朋友 包括亲戚朋友 包括调演剧团的 仅有的财产都被我拖下水 我不会跑 我也不会闪 我会面对大家 然后请再全人给我时间 因为我还要生产力 2.4亿是怎么欠 这2.4亿其实泵狗大有说 他已经还了1.2亿 所以现在剩1.2亿 但是他希望债主能够给他时间 我们先来讲 这个债务为什么会滚成这样 主要是刚刚提到了 他有三个节目 他一个月收入是100万 但是100万还是不够还 于是他把他在大安区的 90平的这个房子卖掉 当时买的时候是3000万 现在价值1亿 他也只能抵押给债主 但是还是不够还 你刚刚会问说 照理说月收入100万 这样慢慢还 应该也能够还得了 他在口袋只剩500块的时候 人家借钱利息是3分 他借钱利息6分 所以你当然是债务越滚越大 像滚雪球一样 把他整个人压垮 各位知道吗 其实他这段时间的过程 他一度也想要把他手上 包括他有几个电影剧本 然后他也有一个 就是穿儿一个舞台剧 再加上各位你最爱的 铁丝玉玲珑这个版权 他想把他打包 这都是他的最爱 他是绝对不可能割爱的 他把他打包到处兜售 拜托给阿冠 好不好 这三个我卖给你3000万 好不好 有卖出去吗 没有 因为这三个跟现金怎么能比 这根本不能底线 所以他其实蛮伤心的 不过压垮他最后的稻草 是因为其实去年 有一个金主是说 有个4000万资金 我可以资助你 再拍个电影 他也苦苦等这4000万资金 可是因为去年爆发 反送中这个事件 其实香港人大陆金主没进来 他刚刚不也讲吗 后来就兵败如山倒 他接下来就是不断 不断的再借钱 你知道他借到什么地步吗 有的时候我觉得 有这种电影梦想的人 真的自己也要考虑清楚 过去他曾经透过朋友 去跟一个金主要借5000万 人家金主二话不说 一看捧恰恰5000万就给了 现金 现金给了 给了之后捧恰恰希望再借5000万 可是朋友就说 这样好不好 钱在位妻嘛 对啊 朋友说我不能再帮你去借 那捧恰恰就跳过这个朋友 直接去找那个金主说 能不能再借点钱 你知道金主做什么事情 直接在他面前就说捧狗 这个本票算了 够大气吧 意思是说 这钱你也不用还了 但是我告诉你 我不会再借你一毛钱了 5000万的本票直接撕掉 是啊 那也算够意思 可是你这个电影梦 要到什么时候呢 你不借我是吧 好 接下来 这又是一个传闻 因为碰狗是没有承认 不过我们也相信 有可能是这样 是因为当时 他已经借钱借到 跟一个角头借 借500万 那他跟角头借的时候 是跟他讲说 我跟你讲 我现在这个剧本真的不错 这个大卖之后 这票房你也知道 票房好的时候 钱就像海水一样进来 这个角头一听 好像也不错 可以分红 要借多少 500万 角头说好就借 结果借了之后 各位也知道 台湾电影很不景气 很多人有这个剧本 可是没有开拍 电影没拍 好啦 来咯 角头就说 那500万怎么交代呢 是 你不要躲我 角头请他去喝茶 有一个说法是 他又哭又贵 希望角头能够原谅他 后来角头算了 500万就算了 也算了 所以当然 这样他还尬不过来 5000万算了 500万算了 还尬不过来 据说 对 今天最新消息是 他在前两周 又跳了一张票 2000万的票 不但跳2000万的票 各位记不记得几个月前 就有传闻他被诈骗 他出来有澄清 其实是真的有被诈骗 是因为 不但是跳了那张票 他后来想跟另外一个金主 借1000万 人家可聪明了 说1000万可以 你要汇给我180万的 那个等于是保证金 先汇进来 碰口想说那有什么问题 我就汇进去 汇进去之后 对方不见了 我想借1000万 我借不到 我还被骗了180万 所以他就去报警 可是这一报警之后 兵败如山倒 值得出来澄清说 很抱歉 剩了1.2亿 我只能慢慢还给大家了 好 我们来回顾一下 他过去最红的是 替塞有玲珑 有心里口爱的如荒草 世杰是风这担花送 希望人平安有快乐 欢迎人收获 比赛高凌龙 美女 恭喜你 有大家好 我來去幾步 聽到這個 哪是藍色小青女巫 好 替賽玉玲龍 讓她在演藝圈聲名大造 後來還搬上了大螢幕 開啟了她的第一幕 各位 今天陪著彭狗開記者會 是許孝順 順哥 他們其實是師徒 兩個人感情好到什麼地步呢 順哥今天講 他說 他前幾天三更半夜 就接到彭狗的簡訊 彭狗竟然告訴他說 如果發現了 那就草草的把握處理了 這樣聽有嗎 聽有 順哥一看 怎麼會是這樣的狀況 然後彭狗還一直交代他說 要幫我照顧我的家人 這種脫孤 一定要是感情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當時順哥真的滿難過 他就安慰彭恰恰說 你不要這樣 他還拿羅姐來安慰 他說羅姐在往生之前 還有有掙扎 表示生命成可貴 你真的不要放棄活下去 你就出來面對嘛 各位 如果你在人生的最後一口氣 你都會想到這個人 就表示彭恰恰跟許孝順 他們的感情早就超過家人 而且各位 那個鐵絲玉玲珑過去 那不得了啊 你知道很多年輕人 認識電視這個綜藝節目 是經歷這個鐵絲玉玲珑 那裡面有好多的禮語 我們也是在那裡學的 其實鐵絲玉玲珑 還拍過電影版 你記得嗎 八千萬票房 那是不錯啊 就是因為你知道 八千萬票房不錯對不對 他又拍了鐵絲玉玲珑2 又陪來 對 所以他的電影夢就是這樣來的 那據說有一齣電影 他自己到戲院去看 他自己拍的電影 整個諾大的戲院裡頭 只有六個觀眾 那一齣是什麼 彭恰恰拍了四部電影 除了鐵絲玉玲珑之外 有一部算純愛劇 它是無劍好演的 叫做求愛天空 你有聽過嗎 我都沒有聽過 因為你不會有去看 因為從頭到尾 觀眾只有八個人 為什麼呢 包括他自己嗎 對 因為其實當時這個電影上映的時候 碰狗就想說 我去看一下這個票房怎麼樣 你知道電影院裡面 將近有八百人的位置 他進去一看 其實你說對了 頂多六個到七個人 加上他跟他的朋友 所以八個人 他看了當場都覺得好絕望 如果當下 碰狗你可以痛定思痛 你絕望不再拍電影 恐怕也不至於欠到這麼多錢 對不對 他跟許孝順的感情 雖然很好 剛剛你也談到 超過家人 但曾經有兩年不說謊 我們先從碰狗的崛起開始說 各位你們知道嗎 碰狗以前是郵柴 然後他其實二十多歲的時候 去歌廳唱歌 唱歌是這樣 也要看你的顏值 那因為他長得實在沒有很帥 所以他每次上 那他歌唱得好嗎 你知道他唱情歌出身 他還會作詞作曲 人家是文青 我們來聽一下 碰狗的歌聲 其實真的滿好聽的 是啊 其實彭恰恰是一個浪漫多情的人 我們也知道 其實過去他很會唱歌 也常常會彈吉他來去撩妹 那他的崛起 是因為早期他在歌廳唱歌 他就跟他的媽媽講說 我有新夢 你給我一年的時間 如果這一年之內 我可以上電視的話 你就讓我繼續發展 媽媽就想說 你一年之內不可能去上電視 好吧 你就去吧 他到歌廳去唱歌的時候 他站上去就被人家打 因為當時以他的長相 據說 一些底下的客人就會覺得 他長得又不帥 上來唱情歌 那他怎麼辦呢 他只好當歌廳的主任 後台主任兼主持人 那只能這樣 甚至當時還有一個大明星 叫魏平奧 還跟彭恰恰說 不要在這邊當主持人 你跟我去拍電影 彭恰恰還覺得還不錯 第二天魏平奧就不見了 所以他的新夢 亂開支票 是啊 起起伏伏 後來他繼續在歌廳裡面幹嘛 那也是插顆大魂 有一次是這樣子 需要有一個臨時演員 他就來當場一個側踢 當天這個歌廳秀的主秀 其實是魏子昀 各位記得魏子昀嗎 身手很厲害的 魏子昀就說 不錯喔 會武功嗎 會一點 那不錯 我們這個有一個戲要開拍 你來吧 當時叫龍鳳騎俠 這一次支票沒跳票吧 不但沒跳票 在跟媽媽約定的一年之內 阿母 我上電視啊 有沒有 所以真的上了電視了 只有兩場戲 後來死掉了 但沒有關係 但至少 演得這樣 兩篇就死了 他只是需要一個會打 媽媽的燕 但至少他進了電視圈 其實碰狗一直以來 演藝事業蠻順遂的 各位 他後來收到有一個人的賞識 金牌製作人王偉忠 於是他入主了連環炮當主持 他因為連環炮 還拿下了金鐘主持人獎 當年連環炮 你沒有看過連環炮 你怎麼跟人家聊天 所有的年輕人 都要看這個綜藝節目 那也因為連環炮 你知道碰狗後來紅到什麼地步 歌丁秀 再都會找他主持 工地秀 活動找他主持 有一次有一個建案 找他去當主持人 他只需要問三個問題 問張曼玉 當年二三十年前 馬上二十萬落袋 好賺 好賺 但是也很快就發掉了 不就是這樣嗎 這是人生 來得快去得快 但我們後來要講鐵絲玉玲龍 又怎麼出現的呢 當時碰狗在連環炮 已經非常紅了 那這個時候 許孝順還只是一個小咖咖 也就是那種 可能只有兩個鏡頭就不見了 那兩個人其實很對味 於是許孝順就一直跟著 彭恰恰 之後每一次彭恰恰的演出的時候 都會找許孝順 他就說 這自己的哥們 後來他們是有正式敗過的 是當著王偉忠的面 許孝順就敗彭恰恰為師 人家是有跪在地上奉茶的 之後因為他們兩個人太有默契 就一起主持了非常非常多年的 鐵絲玉玲龍 但阿關剛剛有講 他們兩個 其實他們兩個個性不太像 因為碰狗是非常浪漫多情 不要忘了 許孝順最近有宣佈要選西隆市長 人家是真的有當這回事 真的有在鋪陳 那因為這當中 碰狗有一段時間 離開了鐵絲玉玲龍的班底 馬上江湖就傳言說 碰狗要回到鐵絲玉玲龍的話 要透過順哥許孝順同意 師父要回去 要你徒弟同意 你什麼東西 所以當時碰狗心裡是滿難過的 兩個人兩年不聯絡 後來是在一個公益活動上 碰狗再也受不了了 就直接當面問順哥說 是不是你有說過這句話 說我碰狗要回去 要你同意 順哥說我從來沒有講過這句話 啊 別人亂傳的啦 還有白白浪費兩年的時間 誤會解開了 是啊 好 希望碰狗在今天既然勇敢面對 能夠趕快把債務還清 過去他許多道難關都過了這一次 也能夠渡過難關 不過緊接回到紛紛燃燃的政壇 當然持續帶你來關注的仍然是 立委集體收會風暴 下週很有可能檢調還會出手 因為政商民流 現在大家都出來了 做會打麻糬的啦 做會唱歌的啦 因為據說檢調監聽蘇貞清長達兩年 當然有未爆彈 問題是檢調要什麼時候出手 外傳是第二波會在下週 不過在今天下午最新的是 檢調已經 檢方已經出手了 針對徐永明和趙正宇提出抗稿 對 三民立委交保 包括是徐永明的八十萬 然後成長山的五十萬 跟趙正宇的一百萬是交保的 那這個檢方目前是針對 徐永明跟趙正宇來提出抗告 那首先我們先針對趙正宇 趙正宇其實是搜國屋案的案外案 是一個陽明山的土地變更案 那趙正宇的部分是他的主任林佳琦 是已經收押境界 因為林佳琦大家知道 就是他一肩扛起來 就認了這個事 那趙正宇就被一百萬來交保 可是外界就會質疑啊 就說你涉案是不分主從的 雖然你的主任 因為這一次通通都抓了不是嗎 對 雖然你的主任已經一肩扛起就認了 可是在趙正宇的家裡面 你還是收出了九百二十萬的現金 而且趙正宇並沒有認罪 針對這九百二十萬現金的來源 他一下子說是這個什麼選民服務 那一下子又說是投資 等於說他的說值是兜不攏的 所以呢 那個檢方還是認為說 他要對趙正宇的收押提出 交保提出抗告 好 那許有名為什麼 他用什麼理由提抗告 許有名的部分 那當然因為之前是講旗約 所以就是說 而且他涉案情節比較輕 金而不明 所以就讓他提出交保 可是問題是說今天又 又再發現了一個關鍵性的人 這個人叫做陳鴻宇 他是誰呢 他就是李恆榮的外甥 汪華麗就是同領二代 好 有點複雜 他的這個汪華麗 好 現在就是畫面上 用手遮住戴著口罩 穿橫條紋衣的這一位 就是陳鴻宇 對 他是汪華麗律師的一個助理 那為什麼他是所謂的關鍵證人呢 話說李恆榮當時呢 就為了這個SOCO案 一開始早上的黃國璋 可是黃國璋不要嘛 就是早上的徐永明 徐永明不是要開空聽會嗎 可是當時徐永明 對這空聽會 也是有點興趣缺缺 所以李恆榮當時就找了兩個人 一個是這個郭克明 郭克明就是所謂的公關 就是一個擺手套 從郭克明去找徐永明 但是目前為止 就是郭克明都沒有什麼樣的消息回來 所以李恆榮再找了第二條線 就找上了這個陳鴻宇 所以他是密使的 對 傳話的一個密使 所以這個陳鴻宇後來就去跟這個 那個徐永明的助理林玉傑來搭上線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老闆願意來公聽會的話 我的老闆就是指李恆榮 願意就是用兩家公司來付220萬 那後來就事後證明 就是說100萬確實是入了10例的戶頭 那現在有120萬不是去想 是下落不明 對 那陳鴻宇如果在外面爛爛收 秀明不抓起來 將來在外面串政怎麼辦呢 沒錯 所以陳鴻宇確實是剪掉第一波約談 63人當中的其中一個 而且當時陳鴻宇是以5萬塊交保 那現在檢方就會覺得說 這個已經新的市政說詞都出來了嘛 你陳鴻宇在外面爬爬燥 那你現在徐永明也交保 擔心兩個人會串政 所以檢方今天再度提出抗告 好 檢方抗告會不會成功 我們會持續帶你來做關注 不過有越來越多的細節曝光了 包括監聽內容 想不到蘇正清還把經濟部官員 叫來罵 叫來罰 叫來罰 叫來叫 我這個案子裡面 現在讓大家膽戰心驚 我們先講 第一個 蘇正清跟廖國棟 在這邊有明確的市政 因為有經濟部官員應訊的時候 已經講了 今天王美花經濟部長受訪的時候 他說我不方便針對個案做評論 但希望大家能夠尊重公務員 給公務人員尊嚴 你說這明不明顯 因為他們兩個人當年 在這個案子發生的時候 狀況是這樣 公司法修法對不對 一定要有一個院版本 行政院要提 行政院就叫經濟部擬 經濟部擬的時候 能不能夠溯及既往 他們打算從源頭就下手 所以蘇正清把經濟部官員 叫過來拉正 叫到辦公室 你想想看你考上公務員了 被叫到辦公室罵 被叫到辦公室罰戰 搞到他那一組 負責你公司法修法的人 每一個人都想要離職 每一個人都想要走 搞到人家想離職 他說沒有尊嚴 奇怪 我逃這個法 我不能溯及既往 是因為法的根本規範是這樣 那你英保叫過來 罵我 那你這樣才有辦法切斷因果關係 我不相信 所以第一個 這個問題已經很嚴重了 而且第二個 實際上今天看到最新的消息 檢調掛線監聽蘇正清 已經兩年了 你看我們說兩年的話 今年2020年 兩年要回到2018年 這不可能沒事情 不可能沒其他的事情 所以至於說下週會有第二波 我們現在要講 所以講的最簡單一件事 陳美財掏空案 就是發生在2018年 那2018年 從1月到8月到10月 中間他跟葉美麗 還有他的助理之間的通聯 有沒有也在其中 那如果你今天接過蘇正清的電話 在這一段時間 其實他要小心 搞不好快要查到你了 蘇正清應該還有衛報單 而且是引爆倒數計時 但我有一個副部長跟我說 說 你知道因為他們等我等很久 八星等很久 後來好像沒有很尊嚴 沒有很尊嚴 所以他們實際上都沒有生氣 你知道嗎 他跟我說 他們有一筆錢跟辦會 叫做愛罵會 他們叔父都叫做愛罵會 他們的加班費被稱為愛罵會 對 因為愛罵會 愛說那些負責錢特別燒 他說他都給他們 女兒子做 做私房錢就對了 所以我跟他說 人家是來講 你錢有關係是有關係 錢有關係 錢有關係是國家 是來別人照顧 所以有人說完 照顧跟他說 我那叫愛罵費 但我們剛才談到 蘇正清有可能 還有胃爆蛋還沒有引爆 我們先這樣直接講 因為現在大家開始 聽說贏刀 吃檔 吃蹄 什麼都吃 我們先講 他連自己的助理的肺 你爬梳他的政治獻金 你會發現一個很怪異的狀況 他有四個助理 包含了辦公室主任 都各捐十萬塊 舊飯姐 你是那個助理 不是辦公室主任 不是領他薪水 怎麼還要給他 對自己老闆又捐錢 好嗎 我們這樣講 你老闆真有 你有這麼愛他 愛到要自掏腰包 捐薪水給你老闆嗎 還是你老闆讓你捐的錢 足夠讓你再多掏十萬塊 再捐給他 第一個 他的政治獻金 從這個爬梳起來已經有問題了 而且過去到現在 其實前一陣子還有網友被告 他直接講說 蘇家一組在這個屏東的確很有名 結果他直接被蘇家全告 因為他說什麼 我知道這個校長 或是你要任何的職務 都要想辦法到他家去 再辦就是他會派人來 對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甚至一路又推推推 這事情又扯到邱毅 你知道邱毅說他當年 在跟蘇家全纏鬥的時候 把這個蘇家父給拔出來了 蘇家父是蘇家全的哥哥 那蘇家全的哥哥 當年在嘉義那邊一直說他 是不是在搞沙石 一直說他在搞沙石 好 但他本人否認 可是聯合報在2005年的報導 就直接講說 沒有 有人說他自己沒有搞沙石 他就插鼓 他插鼓之後 他可以很靈通的告訴你 什麼時候高皮心可以踩 什麼時候盡踩 你都可以事先準備好 做好準備 而且邱毅直接講 他說判我勝訴的法庭紀錄裡面 有寫過一條 當時的沙石車司機 只要遇到警方攔檢 就報蘇家父的名字 就可以開走 沒有問題 不過說實在的 剛剛學生談到 賣官這件事 當時揭露這件事的那個人 後來被判 還被告 還賠 賠十萬 而且還要每天道歉說 蘇家很清廉是我講錯了 這個情何以堪 現在蘇家這邊要連環報 我覺得他應該去上訴 不曉得過了上訴時間沒 但是我有一段想不通的事 剛剛學衡談到 現在又被踢爆 他的助理回捐給他的老闆 那我們知道 立法院助理的薪水 實在有夠少 有夠多 都三四萬塊而已 只要你那三四萬塊薪水的奏利 又負責老闆十萬塊 沒怪怪 一般 所以這裡頭一定有貓膩吧 其實我們應該看來的人都知道 就是說 一般是大聲研究生做法案助理 這我們都知道 有的是山民學府 但是有些人的工作是哪一種 那種我們說錢賜 要去加錢給老闆 錢賜 所以那種是沒那麼薪水的 便當助理 因為我們叫便當助理 所以只有助理是沒那麼薪水 要換他的助理的名字 你那個牌子很好用的 你去國保肺 國營事業有 報你老闆對不對 你知道他們都有公關費 所以我們不要去抵制就他們 所以這些人可能在外面 不知道收到什麼錢 關卡讓老闆 透過政治獻金的模式 捐給老闆來規避法律對不對 所以你就要有那個 你知道那是一個客 你知道以前的清條有嗎 海關都是打不 不給英國不給三個月 做你那位是錢 有貨是這麼重要的 所以這個回捐恐怕 學問很大喔 這個錢真的是 助理捐給老闆的錢嗎 還是助理在外面 那我就不知道 點點點了 不過蘇家會報 現在又有風水師說 阿姨他們叫祖墳出了問題 對 就是有一個風水學家 叫廖大姨 也長期幫這個蘇家在看風水 他就說他六年前 就去蘇家祖墳看風水 就發現非常的不對勁 因為他們的祖墳有洞過 他說洞過之後 本來龍鞭變成虎鞭 所謂龍抬頭變成虎抬頭 那這個大家是什麼意思 而且更嚴重的是說 龍缺口了一個大洞 那所謂的就是第一個 就是說他的祖墳龍被斷頭 龍頭被斷了 非常的嚴重 那第二個虎抬頭 你知道虎抬頭是什麼意思嗎 就是虎抬頭是風水學上的 一個大禁忌會損人丁 所以這個風水學上有一句話 就是說 不怕青龍高萬丈 就怕白虎抬頭望 所以呢 這個祖墳被改了之後 龍抬頭變成虎抬頭 所以這個廖大姨就說 他有一次就有 跟他們蘇家講說 哇 你這個損人丁 而且損得很嚴重 不只你的孫自輩 就是講這個蘇正經會出事 也許連你的兒子自輩 就是像蘇家全恐怕也會出事 所以你看這個風水學家的 亦語成盛 那話說回來 除了他們祖墳被凍過之外 他也發現說 在這個祖墳的外面 有這個網狀 有這個籬巴 但是它是網狀的籬巴 有把它遮住圍起來 可能怕人家就破壞了 那上面還蓋了一些 這個綠色的植物 那這個廖大姨就說 哇 這個也非常的破壞風水 為什麼按照風水學上的話 你這個籬巴是不能高 不能遮住往生者的視線 如果你一旦遮住往生者的視線 代表是說 你把這個子孫的未來的出路 全部通通給團團圍住 所以他就評論這個 這也蠻相關在看守所的那種 是 所以他當時就跟蘇家講一句話 說你們這個改的祖墳 就是 外口水水 內地砸鬼 所以就有跟他講說 你這個祖墳 一致見血 對 非常的不好 那他說他有一次 在今年的這個選舉的時候 碰到了這個蘇振興也跟他講 就說你做事要見天 要看天 就是意思就是說 你不要再做一些 不要做見不得人的事 對 他就說 他這個都有跟他告知了 而且聽說 我鄉親覺得不勝唏嘻 當初蘇振興剛出道的時候 其實很高興 對 這個跟蘇家熟識的 也是一個民進黨 滿資深的前輩 也是媒體人 叫做陳彥斌 他有寫了一篇文章 就是他印象中的這個蘇振興 他說他當時最早認識蘇振興 因為搭照蘇振興他其實家裡 是出生肉飯家庭 包括他的曾祖父 肉飯 賣豬肉的 賣豬肉的 從曾祖父到他的父親 都是賣豬肉的 那他也滿自豪 自己是這個肉飯家庭出生 所以他當時出來選的時候 就一直說 我出生肉飯家庭 我最了解基層 那他說他當時第一次看到蘇振興的時候 是1996年 那個彭咪咪要選總統 你看非常早 那當時是蘇家全 在幫這個彭咪咪去做組織 組織的幹部 所以有一次他就看到蘇家全來 然後就帶著這個阿中 當時蘇家全就說阿中 他叫阿中 對 蘇振興 不是叫阿親 沒有 阿中 阿中阿中 來…這樣子 就是給大家介紹認識 然後還發名片 然後他就說當時他掛的名片 是指蘇家全特助 然後還跟大家認識說 這是我的外甥 請大家多多照顧 意思就是說 其實當時就是有意 那個蘇家的政治 對 政治香火就是要交棒給蘇振興 那他說他印象中的蘇振興 看起來就是一個很憨厚 從鄉下來 嗚嗚的這個小伙子 就非常的謙卑 那幾年之後沒想到 蘇家全去選台中市長的時候 蘇振興搖身一變 變成了這個立法委員 我們剛剛也談到 很有可能還有衛爆彈 在這兩天 鬧得沸沸揚揚的 會不會這個案子 成為下一個衛爆彈呢 有調查 1450的始祖春露豪吞台鐵標 半年落袋1549萬 所以台鐵欠薪了 3000萬沒給員工 卻豪雜了1549萬去做行銷 這1549裡頭有沒有問題啊 韋傑 我想在過去陳怡民委員 就有提出這個農委會 有養這個1450來做這些 網路上帶這個風向 以行銷為主 但是我覺得這一次 我覺得他們把這個東西 給揭露出來 很簡單的 台鐵的這個行銷案 第一 有需要花這麼多錢 來做這樣的一個行銷嗎 就是說隨便PO一個文 對 複字簽 一個圖片4000 沒錯 就是說這樣的一個價格 價碼 跟我們一般在外面 得到的一個訊息 是有落差很大的 而且非常大 問一下雪橫 雪橫是網路專家 在網路上操作 因為台鐵這個案子 據說總共光光半年 就給了900多萬 在網路上操作 通常公光公司在網路上操作 半年要花到900多萬 我跟你講我年輕時候 在公光公司 就是負責輿情分析的 我們一天一篇 我一個月薪水才4萬塊 那你覺得一天一篇 拆下來多少錢 我直接看 它的標準 真的超乎市場標準 好 我們來看這1549萬的標案 每天一篇輿情分析 半年台鐵付72萬 每週一場週會週報 半年台鐵付72萬 圖文製作每一張要4千 三個臉書粉絲團 營運72萬 所以哼不朗噹 剛剛談到900多萬 再加之前的600萬 反正總共半年 竟然春露拿下台鐵 1549萬的標案 你說背後沒有大人 我不相信 我們講白了 三個臉書粉絲團 營運72萬 這絕對超過市場標準 市場行情大概是 市場行情低階的 一個月3萬塊小編 就全職幫你搞臉書 而且一天發文 還要超過三篇 要有影片 要有改圖 要有梗圖 都要發 現在這是半年的標案 三個臉書粉絲團 就要72萬 你算一算 你是不是可以聘雇 好幾個專職的小編 幫你全心全意的做 好 為什麼 可以用這麼高的價錢 拿到標案 因為它是村露公司 村露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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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1450的始祖 然後它裡面的 複雜的關係 然後來得標台鐵的標案 好聽的話是說 要幫他解決台鐵虧損 所以村露也是 當時農委會1450的 標案得主 然後現在又是台鐵的標案 他就轉進到台鐵裡面去 所以村露拿了很多綠營的案子 按照現在的資料 他看起來是沒錯的 所以我想剛剛學恩哥 可能你沒有去跟他競標 所以如果你的話 你一定會得標 他跟他競標也拿不到 我跟他競標我也拿不到 但我必須要提 我今天特別問了一下 綠營的資深人士 他直接說 這次打賽 藍營拿到很棒的資料可以打 我跟你講 這些所有的公標案 所有的評審委員 不好意思 以前我也當過評選委員 這個鍊 價值鍊 你有沒有每個都做過 事先必簽一件事情 叫採購評選委員切結書 內文我唸給大家聽 評選過程如涉及不法 適用刑法及貪污治罪條例之規範 也就是今天抓出來好幾個人 所以評委如果出問題 也是貪污重罪啊 沒有 你沒有避嫌 沒有利益迴避 今天不是抓出來好幾個人 什麼老婆在哪些地方工作 什麼自己在哪些地方認職 藏上什麼地方節目 這都有利益迴避的問題 准用貪污治罪條例 好 所以有可能 下一波出手的會不會是春露 老師做過評委 這一頭美容很少 大家報告都有試一個問 那個蘇牙就對了 蘇牙就是 試一個蘇牙 學者 他說他就好人 他是專家 他好人 他通常是他不會對我學會講話 但是這種時候在菜教 我說我以前菜教的時候去 人家給他想 你說你真的很不上道 你知道嗎 所以看門犬 你只要有一個價位給他 他有學生什麼 OK 再來想 想那個又來的時候 是變成什麼學 變成說 有可能就是說 這就錢太多了 價位用不完 對 就真的照公開的時候 照公開來照標 既然賠償都沒關係 到開錢也對不對 所以最恐怖是第二種 第二種 我再放一次就是最恐怖 最恐怖是哪一種 第二種就是 頂頭有交代 我也不知道這顆價位交代 你知道嗎 老師你看這次 台鐵是頂頭有交代嗎 因為其實不是台鐵這個案 村路這個公司聽說 有很多綠營的標 都是他們的包 都一樣一張人 而且他用過來的公司的名字 然後都設在同一個地址 然後評委又是同一張人 什麼都給他 你看這是不是頂頭有交代 所以你說頂頭 頂到什麼程度 現在有的人說 台鐵是九龍堡 家樑 有人會這樣說 對嗎 就是九龍堡 家樑 但是你知道他整個部份 都有對不對 是 甚至我坦白說 他們這些人 青色的男色都有門神 什麼人起來的時候 他就有那種門神 他還沒說 他以前那個座點 有沒有 座點那排幾個字 他去用取締 他都用小吃店 取締的時候 他都有再來去排 拿幾個字排出來 我跟你講 上次我去審 那個來做簡報的人 不要擔心 但是他在行聲 他今天在行聲 他說 頂頭高代這個案 就要給我這樣 那個次 你知道 那個負負的那個人 淡淡淡淡 我都不敢 他又排到那種行 我告訴他 告訴他 他真的 那個案子他拿去 真的他拿去 這他拿去 所以我一天看到 名字大說 夭壽 老師你過去去做評委 的時候 有跟你交代說 這個案子要給誰 有面子要說 還是用暗示 不敢說 不敢 我坦白說 我坦白說 像電視 你現在有那個直播 不敢叫 你發音 現在他知道過期會找 OK 現在不敢叫 OK 報告要審 評審 對不對 人家已經交代好了 你去的時候 他說 黑白寫對不對 期末報告不叫你來 拜不叫你做評委 你不聽話 來 這樣的案子 看在台鐵員工的眼裡 真的會老爸散 我們員工氣到快吐血 吐血 我們在事情發發出來 前一天我們有在交通部前面 召開記者會 那我們超過60個台鐵的員工 就是下班來 通通都來交通部前面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8月份的時候發現 除了善改班表以外 他已經欠了台鐵1000多人 兩個月的加班費 所以你們有很多員工 沒有領到加班費 對 我們有超過1200名員工 已經5月份跟6月份的加班費 都沒有入帳 那接下來8月份 我們都不曉得錢在哪裡 那這時候他8月份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他又有積欠 就是爛改班表的這個狀況 就是直接幫我們排減薪的班表 那員工就非常生氣 想說台鐵局不可以這樣子亂搞 所以我們當天 率大隊人馬 產工就來到交通部 要求林佳龍部長出面 跟我們協商 對 那現在狀況 對 當天林佳龍部長 馬上有回覆 他說加班費已經欠的 這兩個月會趕快罰 然後還有一個是 他說那個協商的部分 都有在進行 他絕對就是會做一個好的模範 交通部會 讓大家就是有好的交代 但我們可以發現就是說 今天已經8月5號了 是 前面兩個月的加班費 還沒有出來以外 這個 就是我們車長的薪水 完全沒有入到 我們有車長 當天我們產工的代表說 他從高雄上來 還有員工是必須去借錢 才可以撐過這個月 那剛剛聽到說 原來錢都拿去做這些事情 就是員工只有傻眼 好 來 據說是 有人在牽線這件事 而這當然是綠營裡頭的人 我們這樣講好了 剛才老師沒有特別點出來是 標案裡面有一種東西叫 限制型招標 限制型招標 就是針對你的能力 過去的經驗 它會替你量身訂做 開出一個標準來 其他人我們也來 譬如說這個我也來 張誠也來 但是它裡面的標案已經訂了 標案者必須姓張 那怎麼辦 我不知道 我標不到 所以就說台鐵這個案子就是 因為當時好多人去標 根本不可能標到 對 但是那些人都是來陪訪 所以背後有人牽線 牽線的人 據說跟台中有關聯 以前就跟交通部的合作過 然後他直接來介紹 他說這個我覺得不錯 大家可以試試看 那試試看 當然之前就要先有一個標案 你這樣講我有點聽不懂 太隱晦了 我們這樣講 再不隱晦我就被告了 去問林佳龍 去問林佳龍 為什麼你底下直轄的台鐵 寧願花1549萬做行銷 但是工會來抗爭 請問那個損失 是不是超過1500萬 是嗎 那你為什麼不要求台鐵 趕快把薪水給他們 他們上街抗爭 他們占據新聞版面 你以為在臉書做做圖就好了 那直接問林佳龍嗎 請問底下台鐵這些標案 你有沒有介入 你有沒有底下跟你合作過的人 跑去跟他們談 跟他們牽線 我最後補充一下 這個施老師 可能沒有參加過很多標案 通常裡面會有機關代表 機關代表如果是主席 什麼叫做好的技巧 就是他會先講說 我覺得這個案子不錯 然後底下人你內行 你以後還想要再來 你就知道主席都講不錯了 當然他會說那是他個人意見 但是他個人意見 你不照著 但是他已經在暗示了 你不照著做 你就不要再來了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標案有很多美感 該賺的人會賺到 只是有沒有達成目標最重要 沒有達成目標 台鐵行銷有變好嗎 很爛 現在還是一個欠錢不給員工的 二職企業 你覺得砸一千五百萬的行銷 有用嗎 而且據說春露還有包括樂企 都是同一家公司 他應該是先把錢 都是王敦政是吧 他先把錢拿去行銷 行銷之後有賺錢 就可以付他們的錢 沒有 他現在還欠三億多 今年一算三億多美金 老師我應該是設施衛生 剛才問你說你做品衛生 人家也跟你說要選誰 我真的設施衛生 學衡講得對 哪有可能明講 暗示你就要聽我 我跟大家分析一下 雖然我沒有做很多評審 但一般來說有三種人 一種是專家 專家是灰色地帶 對不對 灰色地帶 學者 OK 還有行政部門 所以他那時候這些專家學者 都是部費收場在教的 他會確保都是我們自己人 但是有時候我們就變成有良心 對不對 所以你就會怎樣 但是你會覺得說奇怪 最後要開出來是怎樣 我還沒說 有時候他的這個 事務官也不知道 他上面的人在想什麼 但是這個委員會知道 你知道嗎 這個委員會知道 對 暗示的keyword 我不要說我去做評審 因為我很多當 我都不接價位 因為我知道 我怎麼做你 一千塊補償 我怎麼走花園 走十年走不了 對不對 對 但我要去看個人給我鼓掌我 鼓掌我 結果買到那時候 他們告訴我 不好意思 插一票 你沒去 OK 你知道嗎 變成你知道 吃那個高階 去錶錶 我們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不如就對了 他說是怎樣 頂頭交代 頂頭 所以那裡的人 不用說人家都說好了 所以 我們真的是 不按事事 才會問那種蠢問題 不過緊接著 回頭來看的是 現在台海這麼緊張 我們國內紛紛擾擾 我們不知道外面的事情 這麼多 美國衛生部長 要來台灣 這件事情引發對岸 怒了 甚至有可能升高 台海的緊張局勢 他在那裡有深深的 重要的意義 我們還在 global pandemic 他會去那裡 談談 台灣 他們有些 有些 的成績 他們在這裏 我們想他們 在世界健康集團隊 讓中國 避免這件事 所以他會去那裡 談談 他們 公共的健康問題 我們跟我們 一起進行 疫情 和疫情 和疫苗 進行進行 中方已就此 分別在北京和華盛頓 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 我們敦促美方 恪守一個中國原則 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 停止一切形勢的 美台官方往來 這個世界有沒有可能引爆 新一波的外交危機呢 美國衛生部長即將訪台 這是1979年以來 最高層級的部會首長 而美國衛生部長 預告近日訪台 這件事呢 讓中國外交部 包括國台辦 那種key put put 說不可能得逞 我們看到 對岸的動作 現在有衛星照曝光了 中國要部署新型 多管火箭系統 當然是劍指台灣 除了台海緊張之外 南海當然也是下一波 大家關心的重點 因為國軍上週再派陸戰隊 增援東沙 為什麼呢 因為共軍在八月份 就要模擬奪 連美軍都有可能 在南海突襲黃岩島 所以現在整個局勢 非常詭證 這樣子 我一樣樣來談 先談那個 中共在對岸 部署新型多管火箭 好 我們先講 新型多管火箭 對 我們先講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新聞 曝光 但是我所知道 他們部署在廈門 是三年前就開始部署了 不是現在突然不 所以現在是刻意放出這個照片 我覺得是刻意放出這個訊息 而且是誰放出來的 日本放出來的 日本共同社放出來的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們在軍方看這種事情 就是嚴正以待 所以我大概分析一下這個 他們現在部署的多管火箭 大概有什麼樣的特質 我們台灣會做什麼的因應 這個對我們比較重要 那我先講 他們現在部署的多管火箭 多管火箭叫做PCL-191 191 它是怎麼樣的多管火箭 它在去年10月1號的 那個中共國慶有出來展示 我們要先想一想 它會在10月1號 國慶展示的絕對是好東西 它想跟大家炫耀的 它拿出來展示 那這個多管火箭 它射程有350公里 它會形成一個彈幕 那我們看台灣海峽有多寬 最窄的地方才135公里 那不是隨時可以打到 我們這岸上來了嗎 第二個就是他們現在謠傳 就是這個多管火箭 因為北斗衛星的部署完成 就可以精準打打擊 不過這點是我保留的 為什麼 它既然叫做火箭彈 不是叫做飛彈 導引的程度就不會那麼好 但是不管它形成一個彈幕 所造成的威嚇 是在那個地方的 那我們在節目前陣子 有提到一個 我們要跟美國買的海馬斯 海馬斯 我們打過去是300公里 我們有這件事情滿好 那把這兩件事 都在一起來看的話 其實我們現在兩岸 就是多管火箭對決戰 兩邊就多管火箭打來打去 那多管火箭的防治方法 講真的現在在美軍這邊 是比較缺的 反而在以色列那邊 有一個叫做鐵窮的 多管火箭反制系統 以色列為什麼會做鐵窮的 多管火箭反制系統 因為對以色列周邊國家 阿拉伯國家來講太近 太近 所以以色列呢 不管是炮彈打過來什麼 它都要有一個防治方法 所以以色列他們就 研製了一條鐵窮的這個 多管火箭 那老美對像 對岸這種多管火箭 沒有防治的方法嗎 其實老美還沒有方法 袖手無策啊 到最近才有一個新聞 美國的雷神公司 就是川普已經同意 雷神公司跟以色列的鐵窮 合作在美國生產 它的鐵窮會反制 這些鐵窮比較厲害 如果要防治多管火箭 鐵窮是可以的 鐵窮的概念是這個樣子 就是子彈打子彈的概念 一個子彈飛過來 一個子彈打它 是不是蠻難的 是 它就是這種概念 不過這種概念 我們在我們中科院的工三 天空三型 在研究發展的時候 我們有細心 就花了很大功夫 去做這個子彈打子彈的概念 所以天空三型 攔截彈道飛彈 不是用高爆彈的方式 而是我直接打到你 那個彈道飛彈上面 子彈打子彈的方式 所以我個人 雖然我離開中科院 將近十年了 我個人相信中科院 已經在研製我們台製鐵窮 這我有證據的 這不能隨便亂講 台製鐵窮 這我有證據的 我們台灣的國防情勢 外交的軍事情勢 其實跟以色列蠻像的 就是我們周邊都是一些強國 而且還靠得蠻近的 所以以色列面對那個 周邊阿拉伯國家的威脅 他們曾經發展出一道 HARB的那個反輻射系統 以色列在發展反輻射系統 跟美國的概念不一樣 美國是直接發展反輻射飛彈 直接去從戰機上發射 去打那個所謂的 微波發射源或者雷達 以色列的概念是這樣 你今天會有一個雷達發射源 你不會永遠開著讓我打 所以以色列的概念 我發展一個無人機在那邊繞 繞到需要的時候 你一打開的時候 我就衝下去打你 這是以色列哈爾比的概念 以色列發展這種 哈爾比的反輻射 反輻射無人機系統 我們中華民國也做出劍翔 在前幾年 全年的那個航太展有展 劍翔 劍翔 有人說我們是不是超以色列 還是說這樣當初的雄風飛彈 有技術轉移 我跟大家報告完全沒有 我們只是用以色列的概念 我們自己做出 我們劍翔的無人機系統 我們用它的概念 然後做出跟它功能一樣 一樣的 就是一樣的反輻射 火箭彈的防護防治系統 我們台灣應該正在做 我們台制的鐵窮 對